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股三大指数曾经一度震荡后来收盛 为何会升呢? 因为昨晚美国出了最新的经济增长数据 没有增长之余倒退0.9% 这个是连续两季出现负数技术性衰退 什么是技术性呢? 因为在教科书上 这方面就说连续两季季度出现负数 其实已经符合所谓叙退的书本定义了 但是在美国大美国主义 自己有自己一套 他们有个经济研究所或研究部 就会考虑就业市场数据、通胀、GDP等等 很多的不同环节 才去判定究竟经济是有否衰退 当然我告诉大家技术上衰退 不过譬如耶伦美国财长 他们现在是否认的 鲍威尔都说会观察经济 但是不认衰退 我相信拜登也不会认的 而且耶伦昨晚还有说 你们很快会见到一些指标 就是那个通胀是会回落的 所以大家尽管各个数据去观望一下 看看你信还是不信 老实这些信还是不信 就不是那么死 不要说信我就一定要衰退做淡 不信我觉得不是衰退的话就做好 而是市场为何有得升呢 因为美国的经济陷入书本上的衰退 换言之就是说其实不是那么差 那个叫做联储局货币政策方面 可能就会因此放慢加息收水缩表的步伐 市场是憧憬这件事 就是很有趣的市场是 到回头大家不陌生了 过去一段QE的年代 现在当然QT了四次息了 但是一段QE的年代 你会知道 你会发现 哇 原来每次出现经济差的数据 就憧憬放水 出现经济好的数据 才忧心收水 是吧 美股三大指数上升 道指升332点 S&P标普指数升48点 纳斯达克指数升103点 三大指数升幅介乎1.0 3至1.21的百分点 而是升1.21的不是纳指 而是S&P500指数 但Anyway 纳指是挺好升的 其中一个公训 就要看苹果 Amazon Amazon在即市的时候 升1% 但After Hours 是升13个百分点 因为 Amazon的业绩 普遍被认为 优于市场的预期 幼于市场的预期 而且给了一个很好的 将来的预期 同时 Apple的业绩都不差 大家留意到 昨日即市的时候 Apple升0.3的百分点 而After Market 就是升2.9的百分点 都是一些 美企业绩方面 符合预期的情况 大家可以关注 这边港股很快就会开出 我们看看 那些成家榜上 比较飙轻易动 暂时看到 有只升 应该收得定 升6% 太平洋航运 还在3.64 公司方面 会不会有什么消息 近来你知 航运股 就不是一个很 普障的板块 个别 好像东方海外 就是叫做 航运旅头的神股 都不断强 挑战历史高 但是 1919那些 真的不骚你 它自己是不升就不升 太平洋航运 为什么会高开 6% 3.64 播一播 恒生指数 高开 24.2647 为什么太平洋航运会做得好 它公布了最新的半年度业绩 顺利方面赚美金 赚4.65亿的美金 升了1.9倍 同时间 除了派过往的中期息35港仙之外 还多钱那头 还派特别式17仙 即是说 普通的35港仙之外 特别的17港仙之外 足足多了1.5港仙之外 1.5港仙之外 所以似乎令市场非常乐观 当然 公司方面也有说到 它说它的核心业务 即是小龄变形和超龄变形的干散货船 那个同期内的合约收入 是显著增长所贡献 既然是一只还一只 我们只是看这只 当然 我相信现在升 就不是只是升业绩 那么简单 其实很大程度是升一个特别式的因素 始终特别式 其实都是一个当然 息有了部分的投资者 即刻便会反映出来 这个股份在下方有个小的圆形 你说改善吗? 尚要有待 为什么? 其实你现在 条10天线黄色 想玩升穿五十天线黑色 但是未 所以其实就算今天的估计 一开开在3.64 严格来说 我未可以说得上 未说得上是一个 消除空头的行程 逐步回稳 但是你见到 以往几次 其实那条五十天线 不是没有它的作用 穿过 穿了之后就大跌 所以今天那条五十天线 高开就非常恭喜 但是仍然不可以高开低走 tuck good 要在收市 作准的话 要修复这条黑色线 才可以keep 才可以埋 顺便也看了 另外一些船仔 包括 我想316经常说 入场费贵 都不是个人会碰的 但是你见到 1308 这些收服 就较为具体一点 十天线 是升穿了五十天线 明不明 大致上大家都见到 有个这样的分野在 当然 在成家榜上 除了6%的升幅之外 其他就没什么好标青 京东轻轻高开超过1% 好了 跟着 留意一下其他的一些股份 较早之前曾经急跌过 2370这些物管股份 并不是教大家做些什么 一天里面 单日跌了八九成 现在反弹百分之 其实一点都是微不足道 而且物管这个板块 老实就不应该 好像之前那样飘 所以你都可以怪它 是不是较早之前 踏鹏引人入局 一天帮你滑倒 另外一只上了榜 而是昨晚我都见到的 一个number 138中建富通 昨晚洪馆发生了很不幸的意外 希望伤者快点好 但有传 就是阿尊奴老豆 作为主席的这间中建富通期 地下的一些公司 负责那些机械舞台的搭建工程 未经证实 但网上有这样的写法 叫做轻轻提一提 现在高开百分之十一 至于Viu的母公司八号仔 电信营科 现在低开百分之1.4 这些都给大家有点点子 去关注一下这件事 究竟有没有什么 市场上 资金上 会不会有所关注呢 大家都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 资金上有没有什么跟进呢 另外可以留意的 今天呢 就是一个叫做 低开 就是一个七五六八 百分之四 就是造淡两倍纳指的ETF 就跌着百分之四点五 换言之 我认为 待会有七二六六 就会高开百分之四点五 这样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昨晚呢 在我们港股收市的时候呢 就美股期货 那个premarket的纳指是跌着的 但是呢 跌了去到那边 出完GDP之后就转跌为升 所以不单止由跌去追和 然后和再去追赚 所以呢 今天呢 相关的ETF呢 应该会有些表现 大家就儘管都留意一下 另外呢 昨日在这里和Vivian 在日中跟进过的两只 新东方孖宝 1797 这只就过往就很粗暴 一升就爆升 昨日都是升16个百分点 今天它轻轻开市斯文 正在升1.5% 0.7个百分点 但是它的freedom 很粗暴 9901 高开11个百分点 我想外围方面 继续炒作这些 Vivian说 英文代号 美股也叫EDU 就是Education 隔夜我都有见到 在美股方面 其实就升2个百分点 多些 但是呢 这边呢 继续上扬 而且技术上面呢 昨天出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突破 当然啦 都来自于主席 他们的founder 余敏雄 就是很久很久 在我小时候 不知道大家小时候 还是大 那时候 那时候 我想大家很多都知道 跟着 中国合伙人 电影又去访效 去拿巧 就拍这个 其实就影射 新东方集团余敏雄的法迹史 那样 那昨天呢 股份呢 就是明显地突破了一个月 两个月前的高位 今天再告开 看看可不可以进一步 去逐步消化2021年 因为政策疫境 而突然大裂口下跌的 7月的那支大阴烛 大阴烛顶底都挺跨的 底是16.8 顶是刚刚倒转 不是16是61 那时候真的跌九成 不知道啦 不过这些呢 记得大家都是投机一点的 我们去个广告先 稍后和大家开市 回到节目的时间 现在恒生指数 就由刚才 叫做轻轻高开了25点 现在就跌30点左右 20,587点 整间榜上 我想拖累的就有创货 跟手就是亚里 亚里因为重磅 有新东方在线 就在升三个百分点上到来 刚才的9901都很棒 不如都说新东方在线 1797 老实说 坦白说一句 我不懂分两个有什么分别 1797和9901 其实都是那些东西 因为他们互相有时 明明是1797 做东方恩舜 带货 那些商与带货 但是 不知为什么 整天都炒了9901 你乱炒得了 总之炒了一叠 这只也是有破位 昨天说过 破了颈线 就是20.5的水平 另外 就是在6月16日 那支大阳烛的顶底 这些位置 都是值得大家去关心的水平 顶底 底位就是19.04 高位就是33.15 看看有没有那么好彩 可以创创创创创创创 不过记住 戴回头盔先 告诉大家 没有东西说 并不是推介给大家冒这些险 老实 我都觉得这些股份很险 我自己来都不敢 去和大家说 怎样 好 自己 如有这样的胆量 如有这样的需要 才自己拿去 我觉得这些 就是艺高人胆大的股份 好了 先回答问题 稍后再看巴巴 铁峰医 他说 老实你自己都要去想 究竟会不会是 有一些短线吃糊的格局 现在暂时来看 立了之后 是不是要抬回头呢 我觉得有待厌证 不过如果你真是很想做的话 你见他最近 是不是都不会失这支 六月二十八号羊竹 四个二毫七 你看看 这支羊竹 四个二毫七 然后就防住了 在那里不穿 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玩法 OK 那当然了 跟着就向上方这些位置去做 但是我会告诉你 其实这些股份是比较异善 成交会比较硬 比较硬 不知它起浪可以起多久 明白吗 3993 这些是最近有大宗商品 就起了一些 因为昨晚这样说 美国的经济衰退 老实说 他的钱都未必是这样值 所以昨晚的$10 是落下了那么多 有些大位是没有失道的 放心 但是个情况是在于 那些油式 那些大宗商品 个别是有些反弹的情绪 但是个情况是要先等着 如果你说 已经三个八号四有货 其实可能跟现价差不多 我是你,我會打個和算數 為甚麼? 我不知道你3.84是這兩天買還是前排買 因為都是這幾天都是這些價 但問題你留意一下 之前是磅一聲陽粥 那一天可能被拼了不少人 說不定你是那一天買 接著第二天磅一聲落回來陰粥 其實一陽一陰,一來一回 火沒有了 所以這個情況我感覺 你看一看這兩個位置之後 似乎沒有火去延續任何的反彈狼 接著就6823,香港電訊 玩完未,用不需要馬上走 為甚麼你會覺得他要馬上走 他發生了甚麼事 一隻修飾股照計 快走慢走都是 不走都照計都是這樣放在這裏 你看這些都平,算是平穩的 你想想由2020年中跌夠 跌夠之後老實是一個橫行區 所以不需要馬上走 不存在特別的恐慌 雖然就悶 但我經常都教大家 悶的人 或者悶的資金 買下悶的資金 便適合適合 沒有人叫你用來炒 你總有不資金是用來悶的 要來收息的 OK的,不算太頑 1810,小米 小米這隻股份 小米這隻股份 昨晚呢 當然,我想說 信譽瑞星現在都有蘋果概念 最早有蘋果概念的就是瑞星 後來就是信譽 輕輕都拿了些單 昨晚Apple出的業績再加 forecast 對於後市很樂觀 所以我都要這樣按 今天瑞星有沒有反應 不過,我現在跟你一起按 我沒有看過 我看死他沒有 是零的 當然,因為市又不是特別厲害 其實香港這個市是想怎樣呢 唉 人家加完息 不過當然,有這樣說 你對他很失望嗎 你心裡人家加完息 美國連彈幾晚 你連續都幾天吃完糞 但問題就是 你不要忘記過去兩個月 整天說東升西降 看著人家死自己 就以為很疏忽 那,Cutwood 現在回到頭 會不會其實是人家升你 繼續在這裡吃緊蕉呢 不知道的 我的意思是想告訴大家 大家聽說,恨不來的 因為可能是 因為港美 港美 你想想 到昨日為止 那些大銀行都是不去加息的 Primerate都不動 那沒有的 你便持續outflow 每日以百億計的外匯儲備 是flow出去買港元 沽美金 一天這樣做 硬是不加息 不知道 總之呢 現在可能回到頭 是西升東降 所以做好 剛才說 做好這些 就知道 納指兩倍 5.5個百分點 OK啦 希望順風順水 納指 1929 周大福 15元有貨上網 多少 你看他的圖都OK 珍珠珠珠珠珠 他一味就是 叫做不升不升 Deliver給你 他給到你的 他保持著給的 你亦都 我經常都說悶 你升得那麼悶 天天升 又沒有什麼好做 又不會放 又不會加有貨 不如花些時間去考慮 他是扶著什麼升的 他似乎扶著十天線升 沒有怎樣失過 再不是都是二十天線 其實二十天線 都是碰過一天 其餘全部都是十天線 凡是這些股 如果你有貨 恭喜 慢火 慢煮 跌穿十天線 先考慮走 人都還可以 OK 看回前頂 十六個三毛八 再衝再講 跟著1088 神華就 除息之後就立了 現在 我說過 最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死亡交叉 十二十天線跌 跌穿五十天線 跌浪股 不需要 1760 甚麼位可入 其實這隻就做 sourced 汽車芯片回來 賣給車廠 可能中間濕腳 但是你現在才去想追 我也是那句 他扶著十天線 你就扶著十天線來做 但是 喂 人家三元幾的時候 又不買 現在齊頭七元一個得 你又走來問幾時追 老實說這股77億 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都夠港股通 可能下次有 但是 應該沒有下次有 是啊 你七十幾億 但是你這個月升出來 你想想 都說明這個月是一個 W 我當你現在七元是七十幾億 三元是三十幾億 一個月符合五十億 進不了港股通 要耐少少 支力 所以 沒有 這個不存在這個炒作的方法 但是 我覺得 你真是一個 先來追 有少少賺品 美匯怎麼看 跟大家看看美匯 美匯 其實當然 就看看他會不會跌 看是看跌的 但是他沒有訊號 為什麼呢 看跌很簡單 不用解釋 因為 如果現在是相信 美聯儲是凹水的話 是會放慢加息的話 正路是看跌 未會 美債息都是看跌的 但情況就是 你都見到 三月一次企 五十天線 五月尾一次 六月尾一次 五十天線 一定要穿了才可以確認任何轉勢 所以 零四點六九是關鍵 那 同樣地 當那個十年期債腰 都是 哇 二點六百 這顆債腰就漂亮了 因為這顆債腰 你二點七四已經是過去這段日子裡面 較為低 但是你現在二點六百 那你已經是 頭肩底 頭肩頂 頭肩頂你就下了 這顆債腰有利納子 所以七二二六 七二二六有得想 知道嗎 好了 那跟著呢 跟著就看一看 另外 二三四三講了 八號仔都講了 美團 三六九零就是一隻悶的 現在可以買嗎 買來做什麼 你覺得現在很好試嗎 如果試不行的話 他都會不行 不過他算是ATN裡面三隻最得 一二一一好像說 他有海豹那隻新車款 在月底發佈會 但是 不搞了 因為 巴菲特比他的顧額 是會很籠罩 還有項線 二八八 二八八這些位置 現在咬著咬著 再失不玩 我講的是 這個小箱頂項線 二百八十八 看著 要不需要止蝕就看著這些位置 二三三一波蟹股 買不買得過 首先又是他 六十九這些位置 是重要的 他是想咬著 但其實他 偏脫的了 我條線畫得差而已 是這樣 其實脫了半個月又多了 你都要審慎 買不買 即是問未買就不要買了 177昨天說老土弱股 可不可以入 我看不到他的亮點 二零八金峰 十四個二號四有貨 其實這些很橫而已 沒事 之前橫行 現在橫行 站得很穩 保持著他 保持著他 要走他嗎 不用 除非你說 譬如明確地 我覺得這輪 你都見到十三個八 站到就算了 OK 好 這節時間是這麼多 專頭是十一點四十五分 Vivian和大家做節目 到時見 拜拜